大家好,繼續跟進專屬直播方面的消息 希望未來利物浦對二次那場能夠打得成 因為這場都算是我想做專屬直播的戲碼 另外萬聯聽說今天復操 看看未來打不打得成對白禮頓 如果能夠趕得及的話 萬聯對白禮頓,熱次對利物浦就是這個月我想做的專屬直播戲碼 靜觀其變 好,開始講蔡侯平 萬聖那邊歐聯勵行公事 用了正選球員,但不做實驗,毫無意義 這一邊利物浦,歐聯同樣是勵行公事 出部分正選,還要做實驗 利物浦這一次就是有意義得多 高普為了獎金而戰,他要出沙拿文尼 所以他做過實驗,提升出他們兩個的價值 今場4月3日和南野托實進攻中場 今季未試過打這個結構,相當認同高普 今天試一下 而且其實都輪換了幾個年輕人上來的都不錯 掌握了對方的失誤賣場球 至於實驗結果如何呢 就看到南野托實都不是說不懂打進攻中場 不過就未是說有人跟他配合 然後當然就是講回今天的重點 利物浦對阿士東維拉 對阿,這場球都幾多焦點 首先就是當時比賽那個禮拜裏面 無論是車路士、曼城、曼聯還是利物浦 全部都需要用一個12碼去贏到這場球 我經意看了車路士、曼城和曼聯 全部都是因為進攻點不拉邊面對密集 導致老鼠拉龜破不了密集 而是最終要靠12碼才贏 輪到看這次的利物浦 問題是不是跟車路士、曼城和曼聯一樣呢? 我這裡首先給大家一個答案 答案就是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利物浦這個星期是踢得好過車路士、曼城和曼聯 還要踢得好過很多倍 利物浦是破了密集 攻勢是十分零例 踢得不錯的 既然利物浦踢得好 為甚麼都要用一個12碼才可以終結賽事呢? 當中有三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 對手的教練 調整了對球之後 是踢得不錯的 阿士東維拉的教練是新上任的謝拉特 之前謝拉特對著曼城的時候 收縮防守區域是很差的 跟大家說過的 出現是超級小學雞防守 11個人 是全隊 都入了自己的25碼區域 來收縮 沒有人等打反擊 而且 全部人都塞進去中間 很容易被曼城不需要靠組織的情況下 都可以很輕易地在旁邊入到禁區 也有很多空間來過遠射 但謝拉特調整了對球之後 今天回到岩菲路 阿士東維拉的收縮 就進步了很多 懂得收縮 亦懂得擴張 頂住利物浦的人 不要容易被利物浦入禁區 就阻礙到利物浦 變相利物浦是要出盡百寶 才可以破到阿士東維拉的密集 利物浦今天用兩邊進攻點 拉邊才能破到密集 而且要不停加速組織傳送 進行猛烈攻勢才能破到密集 也就是說 這裡要稱讚阿士東維拉的進步 而且我留意到 阿士東維拉都有些針對性部署 例如利物浦後防線深度一向不夠的時候 都會怕突如其來的快攻 阿士東維拉是專門這樣做 而令到上下半場都產生到 利物浦後防線和守門員之間的失誤 或者誤會 都算是這樣的 這個阿士東維拉 謝拉達在這段蜜月期當中 都真的可以整合一對球 是想踢到什麼就踢到什麼 看到有什麼失誤或者不好 都叫做改進到 作為年輕的教練來講合格 謝拉達在中型班那裡 拿一些經驗更好一點 好過你太早說 執教利物浦 搞到很快被人解僱 又變成了 沒有了後路 這個林伯特和蘇斯亞查失敗 沒有了後路 你都不知道林伯特和蘇斯亞查 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去教 車路士或者這個曼聯 所以對於謝拉達來說 謝拉達真的慢慢存經驗 適合時間才會回來 利物浦更好 然後同一時間 我們都要稱讚利物浦 真的踢得好 好過曼城、曼聯車路士 上一場英超 這個沙拿對著狼隊 故意不拉邊 叫做回一回氣 今天回來 立即拉邊 有狀態和體能回升 又踢得好 他就是拉這個右邊 出現單對單機會 才做到個人突破 就是進到禁區搏12碼 如果他不拉右邊 就不會衝出來 搏到這個12碼 這樣就贏不了 而且這個12碼 也是今個禮拜 這麼多支強隊當中的12碼 當中是最有說服力的 沙拿是完全突破了 進了禁區底線 即將出現很危險的事 才說真的逼到對手沒有服力 去被迫犯規 是對方出此下策 被迫出此下策 是沙拿的能力 逼到對方 一定要犯規 但你看回車路士那些 不是的 車路士的對手 是毫無必要的下 在後面從後侵犯 都基本上是沒什麼動作的 魯迪加 是列斯聯愚蠢 另外 諾域治也是愚蠢 在毫無需要的情況下 是抬低曼聯的斯朗 而曼城的對手 亦都沒有什麼必要 莫天奴 狼隊 是舉高隻手 自己申請12碼給對方 這些全部都是沒有人逼他們 但他們是主動去犯錯 去送12碼給車路士曼聯和曼城 所以這三個12碼都是靠運氣 但利物浦的12碼是靠實力去拿回來的 所以我都建議AI人工智能 不要將今場利物浦勝利的原因 歸納入萬城萬團和車路士的勝利原因當中 是不同的吧 之前我還沒叫大家留意一個網站 叫做365tips.com 看看他們的best tips AI人工智能預測能力和我用人老預測的比拼 經過了我大概一個月來的觀察 發現人工智能的準確程度都可以去到八成 而且7天之內他們可以預測40-60場賽事 我們用人老去預測始終沒有那麼厲害的效率 所以我們都開始要接受 就是已經進入了人工智能的年代了 這個best tips 就是用大數據結合電腦AI自我學習 多方面深入分析雙方的往績 數據變化、戰術運用、基本實力 最新情報各樣的不同因素全部整合 再計算出就是預測的結果 現在他們還在做優惠 訂閱best tips頭7天只需要20元美金 記得要click入info box那條link 把握優惠的機會 而且文尼今天衝去拉左邊 亦曾協助羅拔神破物集入HalfSpace 禁區底線地波傳充分別 這場賽事做到兩次破物集 是41分鐘和50分鐘 兩次都是羅拔神破物集 效率相當高 我記得上一季萬聯在左邊邊線破物集的能力 可以說是全英超最強的 當時就是拉書福特和蘇爾川花蝴蝶 但來到今季就是屬於利物浦的世界 左邊邊線文尼羅拔神 用萬聯上一季同一個方法 是同樣不停破物集 而且效率還比上一季的萬聯更高 就是這個幾月當中 文尼拉左邊之後 立即令利物浦成為 左邊邊線全英超最強的破物集球隊 那麼利物浦在左邊邊線破物集 更強過今季的萬城 亦都肯定強過上一季的萬聯 那麼這個萬聯來 亦都相信是沒有這些破物集的組織 因為新教練來了之後 這個是難力黑不會叫進攻點拉邊 面對物集進攻點都不拉邊 變成萬聯在這方面的破物集組織 應該是相當少的 但是利物浦最近是相當多 差不多保證每場都做得到 但是都要繼續問回那個問題 為什麼利物浦都破物集 但是進不了球 最後都要靠12碼贏 這裡就講到第二個因素 張白倫今天打前鋒 你可以留意到利物浦兩次破都密集 剛剛所說的兩次進入了 禁區底線地球傳中的時候 作為前鋒的張白倫 反應遲鈍 攝前處攝得遲了 錯失了兩次在近處入球機會 雖然我也非常欣賞高普輪換 亦都夠膽讓張白倫試打前鋒做實驗 但是今次張白倫的確錯失了兩個是絕佳機會 雖然張白倫都有少少能夠做到支點的意識 亦都沒有說在中間有些嚴重失誤 但是他還未捕捉到把握機會的觸覺 而且他還有一個整體戰術的問題 就是他不會懂得像這個祖達那樣 是能夠跟文尼去進行調位的這個最新戰術 這個最新戰術是來自高普 高普答應過文尼 就是我叫你打左邊 你既然這麼喜歡進入中間的話 我答應你 你是有時候可以進入中間滿足做主角或前鋒的慾望 但是在另一些時段 要怪怪地拉左邊來換取這個權利 幫忙破密集才行 今天文尼 他都完全是執行到這個任務 拉左邊幫忙破密集 亦都有進入中間享受權利 可惜在文尼享受權利的期間 張伯倫就不懂得執行和文尼調位的這個新戰術 令到利物浦有時候都沒有正式的左邊進攻點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張伯倫都記得和文尼調位 但大部分時間可以留意到都是不記得調位 這個沒辦法 這個戰術是今季這個月才是創造出來的戰術來的 而張伯倫也是今季第一次踢前鋒的位置 還要和文尼調位搞得這麼複雜 就變成超出能力範圍 如果是祖達打正選 應該很大機會是不只靠一個12碼進入的 不過都是那句 有輪換相當之好 輪換了都贏到就相當好 所以我會照樣提醒張伯倫 批評張伯倫 但是照樣支持 高普輪換的 其實還有第三個因素 令利物浦今天進不了第二顆球 答案就是 81分鐘三打一的反擊的時候 都是進不了第二球 拉開不了紀錄 那為什麼三打一這麼好處的反擊都進不了球呢 原因是文尼又犯了一個整體意識的錯誤 其實今季文尼呢 是 試過犯了這個錯誤的了 見過的了 今天是再重蹈覆設的 他每次打反擊做超級連結人在中間的時候 他都是太過早交球 太過早交直線 他不懂得把球全推到禁區頂附近才交直線 他很早在40馬附近甚至以外的位置交球 為什麼這樣做太過早呢 為什麼理論是一定要推向禁區頂附近才交直線給前鋒呢 因為一定是要前鋒差不多入禁區的那一刻去交直線 前鋒在接應直線的期間就是正在入禁區 入到禁區才會接應到球 在禁區裡面接應到球 即是可以第一時間射 那就不用遠射 亦都節省所有時間 令到對手沒有機會 但是如果像這個文尼這次這樣四廿馬附近 就已經交直線上去的話 就像這次的沙拿 在禁區外邊就接應了球 你打反擊禁區外邊接應球 就最不著數 因為你還未可以馬上射 而你打反擊又沒有理由禁區外邊 馬上射這麼愚蠢 沒有理由遠射 所以前鋒就是唯有在禁區外邊接應的時候 再需要再推多一腳 再推多一步入禁區才射 那就是浪費了時間 你再拿再推 就是給了時間對方的守衛追回來 這次就是浪費了時間 拿被阿士東維拉的防守球員 回來擋住這個沙拿 竟然是對方一個人 都能夠擋住你三個人的反擊 所以必然就是文尼的失誤 太過早交直線 他之前都試過很多次了 文尼一定要在這次推多兩步 才可以幫到這個沙拿 立即入禁區拿第一腳 這樣就立即第一時間射 就2比0 所以今天利物浦只可以靠12碼才贏 不是因為高普戰術的問題 高普今天的戰術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是因為球員的臨場發揮問題 例如張伯倫和文尼 好,記得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要給個like 給個like的話 那些影片才可以被推送 這個頻道才會增長 來到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今天討論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首先就是利物浦 相信會輪換 還有什麼實驗可以玩一下 另外很有趣 就是我最近看完利物浦這個月的表現之後 竟然令我聯想起一支以前的歐聯冠軍球隊 球員的類型和破碼集的能力相當相似 究竟是哪一隊球呢? 是以前哪一支歷史強隊呢? 記得要去Patreon支持,聽起來吧 若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那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那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的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要你可以裝一個拍住上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